這來的話呢 就是直接怎麼樣 你可以先選Footer 如果你選不到DIV 你先選Footer 你就知道Footer的什麼呢 頭跟尾的裡面一層 所以 頭在這個下面這一行 尾在DIV剛剛選的這個部分 這部分就選起來了 選好之後的話 你就直接怎麼樣 再一次 這個地方選好的Footer 這個的上面 這個的下面 所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呢把這個DataRaw的部分 把它改成這個 把它改成NetBar Footer 然後他現在的 這個範圍 DIV 選到這個DIV OK然後DataRaw 的部分呢把他選到 OK把他選這個NetBar 這樣的話呢尋覽力就做出來了 OK 把他即時看一下 其他的話呢 Icon的部分也把他加上去 不過呢會有個小問題發生 什麼問題呢 各位可以發現就是那個卷軸 有沒有 如果你向下卷 他才會出現 可是你沒有向下卷 他就不出現 這Icon的話 我想各位自己再加上去 比如說 這個綠島的部分 你給他一個Icon 我隨便給他一個 給他一個 但是不能用這個Custom 因為這個Custom是制定的 然後我們大概給他一個幾個Icon 那效果做出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 我們就是再來看 就是說 如何讓這個 這個其他的幾個連結 可以讓他最後做出來即時看一下 基本上就類似像這樣子 上面Icon 不過 他這個卷軸 各位有沒有發現 一定要往下 他才會出現 那這樣不合理啊 因為如果你往下卷 東西怎麼 變成說如果等一下我們再加一個地圖 比如說這個地方 我如果要再加上一個地圖 假設說我今天希望在這個下面 插入一個地圖 那地圖的話呢 我們在image裡面有個map 你把它拖拉過來 放在這裡就可以 按確定 那圖太大張對不對 請你把它縮小 這個底下有個百分比 大概50好了 你先調整到50 把這個 調一下 大小大概調的跟 這個頁面一樣大 再把 這個地方改回 100 就ok了 另外你會發現底下他有一些 不一樣的比如說平板電腦啦解析度有沒有這邊也可以自家去調整 也就是可以針對不一樣的 裝置你可以去調整成比較適合的 大小 那調整完之後各位再把它即時看一下 你會發現 不對啊這個跑到最下面去 那有沒有辦法可以怎麼樣 讓他一直固定在 夜尾 固定住喔 有沒有 如果要固定的話特別注意 最後記得呢 這邊有一個 簡單的方法 首先一樣 先把什麼呢 Footer Footer有沒有 這個地方Footer 選取 Footer有沒有 點下去 就是選到這個 夜尾的部分 第二個的話呢 好 好